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太女楚清臣聪慧过人,才貌双全,今已到试婚曲之时,当则贤子与配,今我朝萧氏,沈氏,灵氏,周氏,各有四子,四位郎君,知书实礼,骁勇善战,品貌非凡,可颁旨赐婚,与皇太女楚清臣,即择日完婚。 你们入我东宫,只是朝政所需,不要有太多的妄想,本宫心里,只有谢自清一人。 星辰,相亲的资料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了没有啊,有二十二岁的,你们年轻人说的什么小狼狗,还有那个三十岁的,会疼人。 妈,我不想谈恋爱。 楚星辰,你到底想干嘛,二十八岁了不谈恋爱。 为什么一定要谈恋爱啊,恐婚不行吗? 我又不是政货,本就不配这政货色。 太女殿下何必折腾这一番? 什么政货? 我不是出车祸了吗?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啊? 子庆,这是我从京城明家那里买来的玉雕,还有黄金百两,你喜欢吗? 庸俗的。 我知道这些都配不上你,我还想约你去看花灯,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东西留下,太女,请回吧。 若水,这是我特意为你选来的玉雕,你喜欢吗? 还有黄金百两,你可以买些你喜欢的物件。 荔枝玉雕,你有心了,如今在黄太女身边,委屈你了。 不委屈,只要能每天见到你,就不委屈。 听闻今年的花灯格外好看,我们到时候一起去看吧。 你别担心,我只要跟在你身后,当个打杂的就好。 所以,我就是穿越了,穿越到了女皇当政的朝代,楚国皇太女楚星辰的身上。 而这个男人,一边嫌弃原主,跑出就照单全收,一边又给楚星辰同母义父的妹妹储入水当庭口。 你不是一直想做我的女人吗? 今日就如你所愿。 你干什么? 竟然不情愿,又何必委屈自己? 滚。 你让我滚,你疯了吧,楚星辰。 不是我,难不说他点了崔情笑? 你点了崔情笑?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楚星辰。 楚星辰也是你能叫的。 来人! 把他给我丢出去! 走!放开! 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是你费尽心思娶我大婚的日子,你竟敢把我赶出去。 你把他给我赶出去! 你会后悔的! 殿下,您没事吧? 我中了崔情笑,宣太阴。 怎么样,有解药吗? 这崔情笑只能靠泡冷水撑过。 要说解药, 阴阳调和, 最好的解药, 就是男人。 殿下, 您的五维夫君都在这儿了, 请您翻个牌子吧。 五个夫君? 我一个孔婚族, 穿越古代已婚也就算了, 还一下子五个夫君。 标策君到, 审策君到, 宁策君到, 标策君到, 审策君到, 宁策君到, 殿下, 不知殿下让臣来所为何事, 是要将东宫之主的位置转交给谢自清吗? 你, 怎么, 太女殿下这是一夜都等不了了, 娶了谢自清, 就想赶我们出宫。 宁策, 不许口误遮拦。 拜见太女殿下。 你们三个都是我的夫君? 不然呢, 楚星辰, 你今天晚上就给个准话, 我立刻出宫, 不当着什么太女夫君, 回去继续打我的仗去。 宁策, 您应该称呼太女殿下, 如今人已到齐, 您是否让我们直接离宫? 离宫? 全身的记忆里? 她是为了谢自清, 遣散了四位夫君, 但... 星辰, 如今我当政不过数年, 朝中大多是先帝的臣子, 为此, 我为你选的几位夫君, 都代表着朝堂上的各方势力, 你一定要好好对待和把握。 但是这是谢自清的目的, 为了瓦解楚星辰的势力, 将她心爱的女人储肉水推上女皇的位置, 独掌楚国大权。 没有, 没有离宫的事情。 之前, 是我不懂事, 我, 向你们道歉。 沉默没了, 你竟然也会道歉, 这是怎么回事, 你最爱的谢自清怎么在? 殿下, 你快去看看谢测君吧, 她快不行了。 既然如此, 你还是赶紧去见其爱的谢自清。 你不用管她。 殿下, 谢测君他种了崔秦香, 现在还泡在冷水里, 他真的快不行了, 您快去看看他吧。 他喜欢泡冷水就让他泡去, 只是他自作自受。 传证, 谢测君在宫中又会晤魅惑皇太女, 进足御华殿, 不准外出一步。 殿下, 他舍得罚谢自清。 没事的话, 你们也先下去吧。 纳辰等, 先行放退。 宛东, 快, 你快准备一桶冷水。 可是, 我还以为他变了, 几乎中了崔秦香都要为了谢自清守身如玉。 虽然不用士气, 但真是不爽。 林愁, 不要议论太女殿下。 我就知道你会后悔的, 我劝你现在赶紧过来, 好好地服侍我。 不然就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测君。 测君, 皇太女, 她都没有来, 说您魅惑皇太女, 进足御华殿, 不得外出一步。 什么? 不可能。 看什么了? 我星辰那么矮了。 她一定是带预期故纵, 她一会儿就来跟我道歉了。 是。 出去。 孰清楚国, 虽然女皇当政, 但时局依旧不稳。 为了我和楚国的未来, 我也得稳住这后宫的几个男人。 环冬。 哎, 环冬, 你说我那些侧君们都会喜欢些什么礼物啊? 我要怎么做才能跟他们缓和关系啊? 殿下, 您终于想明白了。 但您之前听那谢自卿的谗言, 对其他夫君的态度那么恶劣, 倒是不好一下子缓和过来。 不过, 只要不偏宠, 慢慢的就好了。 不偏宠? 是啊, 奴婢若是日后娶了三个夫君, 一定做到羽露君瞻, 这样才能家宅和平。 三个夫君? 环冬, 你还真是目标远大。 穿越就算了, 为什么要让我一个恐惤作坏中五个夫君, 还要一碗水端平? 好, 那我们就去陆军战。 太女殿效动! 黄太女这几位夫君, 别的不说, 要貌都是一等一的好。 太女殿下, 你怎么来了? 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所以特意给你挑的字画。 多谢太女殿下, 不知太女殿下此次前来是要我施琴吗? 什么? 施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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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女殿下中的崔琴仙, 这是来自, 不正是这件事吗? 我没有那样的意思, 是你误会的。 我把礼物放这儿,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你早点休息。 殿下你要走, 是我们审测君惹您生气了吗? 鲍婆? 不懂, 还不快请罪。 不用请罪, 是我打扰了,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瑟琴您还有心情练字, 殿下今晚要是留下来, 您就是他第一个男人啊。 他不过是把我当成谢瑟琴的替身罢了, 他不会留下来的。 我也不想他留下来的。 是不是楚星辰来跟我道歉了? 不是的, 侧君, 太女殿下去了审测君那边, 还送了钱朝的字画当礼物。 他去了审测君呢? 我明白了, 他一定是将沈苍竹当成了我的体身。 送些字画又如何? 楚星辰来的。 楚星辰送我的那些东西, 可比送他的这些贵重的多。 你看着吧, 他明天一定会带着更贵重的礼物。 道歉。 他今天! 我出来的听见, 我就能不能带着更贵重的, 也不是他们的聂明。 我 tief сейчас 可以带着更贵重的证明。 就是我 tremendously带着更贵重的, 王冬。 我还能带着更贵重的, she. 他不带着更贵重。 我还能在你的兵里算是因为呢, 我还能再买到蕾。 我还能带着更贵重的? 我还能带着更贵重的章吗? 我还能带着更贵重的, 我还能带着更贵重的呢? 刚刚多亏了你救我 谢谢你啊 你是 殿下 你小心一点 您忘了吗 他是您的第五位客君监安卫 周不言 第五位夫君 周不言 一碗水断屁 周测君你喜欢什么呀 我搜 人呢 怎么一下就消失不见了 殿下 您忘了 您之前不待见他 让他在你没有危险的时候 不要出现 我以前这么渣的吗 他来修复关系任重道理 晚东 我们先走吧 天下今日如此反常 莫不是被人掉了包 是天下没做 嗯别走 天下昨晚睡得好呢 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格外的安心 哎 今天我们继续 雨露君瞻 小子月 小子月 殿下来了 太女殿下来了 你说现在 这会是白天 没错吧 小将军 你是说 太女殿下想白日去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 顺便 给你送件礼物 又送礼物 楚先生 我可听说了 你昨天晚上 去了沈大哥呢 你是不是把沈大哥 当成谢子卿的替身 还让他试琴 我可没有把沈测君 当成谢子卿的替身啊 更没有试琴 你要干什么 我真的是给你送礼物的 听说 你儿时就是出了名的神剑手 从小跟着大将军南征北战 所以我特意找人打造的这把弓 送给你 你拿着嘛 楚星辰 你怎么能晚上睡这个 白天摸那个呢 什么摸这个睡那个的 我哪有啊 再说你没有 我是不小心摸到你了 但是我又没睡 我摸一下你 我跟你有什么可解释的 你不用解释 反正 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呀 你个小孩 小孩 便下怕不是忘了 你给我一起 我不和你说了 反正你在我眼里 就这个弟弟 你看 这就是说我的下场吧 我教你以后还教我弟弟 怎么感觉小将军还没开窍 你说什么 属下说 小将军 探女殿下送完你工 人都走了 您不跟上去看看吗 是啊 他怎么送完东西 他就走了呢 我也没赶他走啊 宛东 你说肖侧君会喜欢这些吗 肖侧君心怀天下 没有人知道他喜欢什么 不过奴婢觉得 只要是殿下送的 他都会喜欢的 对了 上次您让奴婢准备的奇珍异宝 奴婢也准备好了 那个可要放好了 事后有大用 是不是太你殿下来了 一会儿啊 他来了你就告诉他 你说我在这儿等了一夜 吹了一夜的冷风 测军 殿下 他并没有人 他去了林测军那边 送了把弓箭 现在又奔着东宫 萧测军那边去了 什么 他一定是准备 最后一个道路 给我准备了 比几位测军 更贵重的你 哎 测军 您说殿下不会是想直接封你为 皇夫吧 皇夫 一定是 毕竟他这么爱我 朱牧 一会儿楚星辰来了 你就告诉他 你说我 病了 让他来叫我 最后行人 去 哎 太年 好听 任下 您怎么来了 也不见盛行传报 是我让他不通报的 就怕打扰你 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想了想决定将这个送你 谢殿下 殿下 这是女皇送您的御如意 臣不能收 有了这御如意 你就可以管府内 上上下下所有的事情 如今你身在东宫 我早该给你的 依旧是原生被谢子 清迷了眼 一直压着 又如意不给肖旺 导致肖旺坐在东宫 却没有权力 仅凭着实力 让府中人认可他 谢殿下体贴 小色君 听说今年庄子 都按时交租了 府内上上下下 捏打理得井井有条 真厉害 殿下 真觉得陈厉害 当然就是很厉害 相望要是在县 不得是个霸道总裁呀 认真来说 还是个皇家总裁 再加上他的外脉 不知道说过多少明白了 还从未有人 这样夸过神 殿下 殿下 您去看看谢子君吧 他在余夜里等了您一天见 如今高烧不退 怕是不行了 殿下 都怪奴婢没有抓住他 好啊 我就说 你为什么又是送礼 又是说好话 原来都是为了 气谢子卿 宣太书 殿下 我们侧君 又是泡冷水 又是等您的 如今高烧不退 怕是真的要不行了 您去看看他吧 快不行了 让他死去 殿下 楚行辰 你确定 那可是谢子卿 殿下 谢子君如果在府中应应 对您的处境没有半点好处 而且 谢家书香名门 逃离满天下 在朝中还有不少人向他 那就让他自生自灭 去 去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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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测君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我 我就是随便逛逛 正好你们都在 近日来 我寻得一件东西 想邀请你们 和沈测君一同来后院观赏 什么珍宝 这么奇奇怪怪 神神秘秘的 秘秘 到时候 你就知道了 那既然你邀请了 我就勉强去一下 谢殿下 殿下 是不是殿下来了 测君 测君 殿下 今日没有来 不过奴婢听说 殿下在后院 准备了一件 席鸥医宝 定是送给您的 必然是送给我的 明日我们去后院 把他拿过来 殿下 这棉桃树虽然好看 但真的有那么大用处吗 那当然 之后你便知道了 如今 给各位测君也送过礼物了 也算是一碗水单瓶了吧 宽东 你陪我去买些酒和点心 我邀请测君们一口观赏 走 谢测君 这就是楚星辰 要送给我的礼物 传说中的棉桃树 果然皆外无下 高尘之急 此树 定然是配测君的 一定是殿下觉得此树 心仰高洁 才花千金买给您的 那几位测君的礼物 我想 也是先送给测君您的 一定是 楚星辰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送给我的 只不过是对我欲情故作 暂且放在哪 那几位测君呢 好 我们现在就把那些礼物 拿回 所以正好邀请 几位师友 共同观赏 谢测君不可 殿下说此物 在他回来之前 不许任何人跑 我们测君在殿下心中 什么地位 你还不知道吗 这本来就是殿下 埋给我们测君的 我们测君拿走 不是理所当然吗 走 谢测君 您怎么来了 楚星辰送给肖旺的 那些东西 其实是给我的 我来拿回去 可太女殿下没有说呀 我们测君在殿下心中 什么地位 还用跟你说呀 这 测君 他们怎么能这样 我还以为 太女殿下开始变了 沈行 不可一轮太女殿下 是 带走 慢着 这是太女殿下送给我们小将军的 你说八道 这明明是楚星辰暂时放在哪 走 警察 发生什么事了 搞这么急急忙忙 小将军 谢测君将太女殿下送给您的那个宫剑抢走了 还说本就是太女殿下送给他的 只是暂时放在你这里 学长 我我我我 测君 您不出手吗 既然是太女殿下送给 我们无许退 环冻 等一下就叫几位测君来 我们边喝酒边借上那棵棉桃树 天下饶命 慌什么 谢测君打着您的旗号 将那棉桃树送到了他自己的院子里 还 还什么呀 还将您送给其他 把几位测君的礼物都抢了去 现在正在玉华殿邀请他的室友们一起观赏呢 殿下 谢测君这样不就是咱您的碗吗 让您之前做的那些一碗水端平了事全摆费了 谢测君 这么多奇珍一宝 太女殿下对你可是真喜欢啊 是啊 之前只是听闻 今日一见 谢测君在太女殿下心中 果然不同 那是当然 我说什么 你先纯正天下 你们看上什么样的礼物 都可以挑选 谢测君 谁给你的权利啊 太女殿下 楚星辰 你疫情故障的目的 你达到了 到底想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 谢测君 我还想问你到底要干嘛呢 我今天 别走啊 楚星辰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我闹 你以前把那四位测君当死了我的替身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楚星辰 我们可不想当谢自卿的替身 既然你不欢迎 我们不来了 居然知道 还不快走 该走的人是你 楚星辰 你不就见我跟楚乐水见了一面吗 你这一抓着不放吧 楚乐水也让你找人给打了 我也搭上嫁给你了 你还想怎样 你也知道你自己 还敢去见三皇女 还有 我不是把你禁足了吗 你怎么还能出现在我的府里惹是生费 既然如此 那就罢了谢测君的身份 只是我泰尼府上一个普通的士君 我是谢家后人 你敢 谢士君不懂礼术 禁足期间私自外出 抢夺其他测君的礼物 何归何礼 我有什么不敢 好 你别后悔 等等 楚星辰你后悔了吧 谢士君 刚刚见到我时忘记行礼了 你让我给你行礼 还有灵策军 肖策军 神策军 如今你身为士君 你应该让他们行礼 你让我给他们行礼 堂堂书香门第 谢士君连话都听不懂吗 你这个 一个大男人说晕就晕 快把他带下去 肖色君 我会动你找个礼仪先生 好好教教谢士君礼仪 怎么了 我眼上有什么东西吗 楚星辰 你是不是喝醉了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大白天喝醉 殿下放心 臣会找李仪先生 去谢士君府中 给你们的礼物 都让谢自清搅黄了 这可是我精心为你们挑选的 不像谢自清说的那样 我就说嘛 就谢自清那个细胳膊细腿 怎么能拿得起我的股 那是 谢殿下 谢谢你 哎 师君 你醒啊 可我 我好像做了个梦 梦见楚星辰 竟然让我给那几个侧君行 侍君 这不是梦 太女殿下还派了教导礼仪的先生来 就在门口候着呢 什么 对了 侍君 还有一件事 三个月后 果宴就要开始了 这三皇女已经准备参举行动 针对皇太女了 那我们 知道了 我们不用管 到时候出了事 楚星辰一定会来求我 殿下 人已经安排好了 干约我争 得看有没有命 我 我 渀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啊 啊 啊 在 楚星辰 你根本就不配做楚国的皇太女 你婚姻顽固 贪污在管 你罪该万死 叔 谁怕你来的 没有人怕我来 他本来就该死 楚星辰应该让位给三皇女 三皇女才是楚国的希望 是三皇女 你就算杀我 我们还有很多 你们根本就杀不完 哈哈哈哈 赵不言 他是死了吗 还好 殿下 他要杀你 这种人留不得 我 我明白 稍我缓缓 殿下 我先退下了 等等 你不能走 万一又多出来几个人要刺杀我怎么办 万一又多出来几个人要刺杀我怎么办 拿命了 殿下放心 有我在 没有人能伤得了你 也幸好有你在 这次你护我有功 你想要什么赏赐 我全都给你 纯无所求 我适合在暗处 殿下有事换我就行 周不言 我实在睡不着 你陪我聊聊天吧 其实我一直好奇 你们暗位是不是时刻都在 那我方便的时候 你不会也在吧 非礼无事 非礼无事 那你过来跟我说说 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吃饭 怎么睡觉的 别走 周不言 难道你忘了 你除了是安卫 还是我的夫君 殿下不是说我侧君的身份 只是摆设 让我不要吃心妄想 我 我那是瞎说的 周不言 你要是再走的话 我就一直抱着你 一直不松开 你抱不怕 什么 今天有人刺杀我 我一个人害怕 你就留下来陪陪我 殿下睡吧 我在这守着 不顾止 尘过时不再遇见 林测君 太女殿下 他都被遇刺了 什么 都乱了 原来他遇刺的消息是真的 林测君 太女请便不可乱了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遇刺 林测君 皇太女请便不可乱乱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遇刺 看什么看 你们怎么来了 林测君 你是不是耍我们呀 我们还真以为你遇刺了 现在看来 不还是好好的 冒昧打扰殿下 殿下如此 是准备让谢测君 太亲密 需要臣将他叫过来 不是 不用 那我们在殿外等候 昨晚真的是有人要刺杀我 多亏周不妍保护我 这才没事的 涉业保护 能保护不好 林测君 殿下无事就好 如今时局不稳 几个月后又是国业 这种时候 您一定不能出事 陈提议 日后殿下上朝 分别让一位侧君跟随 一同陪殿下上朝 保护殿下 这 会不会太麻烦了 一切以殿下安全为重 没错 暗闻又不能到朝堂之上 况且以你这个名字 不知道有多少人恨你 这到时候影响了 说我们不军不招 原来如此 说我出事了 测君们定有责任 说不定 还会问责他们背后的家族 嗯 我知道 那就以大局为重 听小测君的 那明日 就由臣 陪同殿下上朝 三殿下 我们派去的杀手 刺杀失败了 一群废物 奴婢还得知 今日太女殿下上朝了 那我们 下去吧 我自有安排 殿下 这就对了 之前您总不爱去上朝 三天两头的 就知道去找那蝎子 嗯 以后不会了 咱们爱美人 也得爱江山 没想到有一天 我也能体会 黄女的快乐 小女皇立刻罢灭 黄太女 不然 臣就一头 撞上 在这大殿上 臣就一头 撞上 在这大殿上 怎么 这是臣眼花了 还是天然掉星星了 黄太女 竟然也知道 上朝了 儿臣 拜见陛下 起来吧 不是这位 王侍郎 为什么说我不配做 黄太女 如今北边 灾荒欲寒 朝廷批了 灾款 而你呢 善用朝廷的 灾款 买那些好看 不中用的 其真一宝 讨好供开心 你还好意思说 再看看你 黄妹 三黄女 吃抗业菜 剩下钱财 事周救济百姓 你配当 黄太女吗 王侍郎说这些 可有证据 证据 来人 将黄太女呢 其真一宝 抬上来 让大家 也看一看 黄太女的好舍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么多东西 原来他们说的是 我买的棉桃树 这棉桃树的盆栽 真漂亮 可惜 好看不中用 王侍郎 你误会了 我买来这些棉桃树 就是为了救灾用的 你说谎 棉桃树能有什么用 不过是 观赏的玩物罢了 那我要是没有说谎 怎么办 那臣 就当场给 黄太女跪下 好 拿布和针线来 这太女殿下 又要搞什么名堂 谁知道呢 就她平日里 顽固的样子 估计要 强行晚尊吧 我偶然得知 这棉树上的花 又叫做棉花 不仅可以制成各种织物 还可以做成棉被棉衣 提高百姓的生活质量 殿下 是真的 臣的手 很快就感觉暖和起来了 让臣看看 果然柔软 暖和 真是暖和呀 说是当年母亲没有圆服 面被 就不会被堵死了 太女殿下难道真的病了 开始为您着想了 净晨 若真如此 百姓就可以度过这个寒冬了 一点小计谋而已 三皇女为百姓 做了那么多事 也没见得像你一样骄傲 晚冬 刚才王侍郎说什么来着 奴婢记得 王侍郎说 若是错怪殿下 就给殿下跪下 皇太女殿下让臣跪 臣怎能不跪 全有行刺 除行残 你痒痒不如三皇女 三皇女连接 你贪污 三皇女善良 你恶毒 三皇女为百姓着想 你使百姓为出狗 你永远都比不上三皇女 我定不会为你这样的郡主效力 三皇女殿下 臣来世 赠为你 小权马之力 你 啊 啊 啊 这 啊 小孩 这就出城 你这可不可少 啊 有水 大胆 大电之事 成何体统 赶紧拉下去 一日散潮 散潮 殿下 我们也先回去吧 小王 昨晚的刺杀 和今天朝堂上的事情 是不是都和我那黄妹 储若水有关 殿下 你能察觉到 他们处处将我和三皇女对比 我又不傻 你能察觉到就好 如今朝中四处 都是三皇女女 女皇身体逐渐不加 臣斗胆说一句 三皇女殿下 她是有了 杀了您取而代之的心 她要谋逆 殿下知道就好 几个月后的国宴 重要朝中大臣 和邻国使者都在 三皇女殿下 到时候定会有所信 你要在这之前 将民生挽回了 所以 女皇才会将朝中 几个重要家族的夫君 嫁给我 就是为了稳固我的地位 没想到 树今没有宫斗宅斗 反而来了朝堂党征 殿下 您没事吧 没事 你今天也累了 快回去休息吧 小王 怎么了 你衣服脏了 要不回去换一下 无碍 臣回去自己清理一下就行 肖大哥 你和楚星辰已经回来了 我听说楚星辰在朝堂上 被别人欺负 他到底有没有事啊 林策区运 也是来关心殿下的 你和他怪激烈的吗 什么 什么什么 不就是口红验吗 有什么好不承认的 谁在乎 还有 我才不是来关心他呢 我就是来随便逛逛 原来如此 听说楚星辰下招回府了 是 听闻在朝堂上发生了争端 三皇女势力雄厚 他无人可有 定会来扶上 放心吧 下次上朝 他一定会让我陪着 若是他表现好 我就勉为其难地 帮他一次 你就算杀了我 我们还有很多人 你们根本就杀不完 除星辰 你样样不如三皇女 三皇女廉洁 你贪污 三皇女善良 你恶毒 三皇女关心百姓 你是百姓为出狗 我定不会为你这样的郡主效力 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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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在 我实在睡不着 你陪我聊聊天吧 殿下要是睡不着的话 不如就来翻牌子吧 有人陪您睡觉 您就睡得着了 婉东 你快别闹了 奴婢 奴婢可没胡闹呢 真的是可以翻牌子的 女子嘛 就及时行乐嘛 那我就享受享受皇太你的快乐吧 是沈策军 今夜 沈策军 周策军 萧策军 灵策军 事情 不是 储星辰 你居然想让四个人同时事情 不是不是不是 我就是在这翻着玩呢 奴婢可没跟你闹着玩啊 那既然林策军来了 奴婢就先退下了 婉东 别走啊 婉东 婉东 别走啊 婉东 婉东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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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听说 在朝堂之上 有人要刺杀你 有没有事情 有 肖策军在 没有 事情 别人没什么事 我就先走 哎 等等 廉长 你先别走 难不成 她是想今晚让我吃气 林舟 你还在吗 不在啊 我站稳了 谢谢 刚刚蜡烛熄灭了 有些害怕 现在点上就好了 没什么事你就先回去吧 怎么 太女殿下 这事用完了 就把我抛弃了 林舟 你可别说让人误会的话 那我说的不就是实话吗 殿下想到哪了 我可不想跟你牵扯什么关系 我 那我先走了 我可听说了啊 这周不言呢 已经回宫了 这晚上寒风瑟瑟瑟 我听说呢 有些东西最喜欢在晚上出现 我要是走呢的话 可就只剩你一个人 我才不信什么牛鬼蛇蛇 罢了罢了 罢了罢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的 在门口守你一个晚上 省得到时候你又说我们明家 没有照顾好太女殿心 外面那么冷 还是回去吧 那怎么 周不言都能陪 我为什么就不能陪啊 放心 等你睡着之后我就直接走 我才不会傻傻的 你跟我说 这 沈大哥你来了 这晚上待了我 腰酸又被疼 昨夜 你在店中过夜 那当然 那当然不是 沈测君 你怎么来了 昨日在家 在朝堂上 听说殿下的事情 就前来请殿看看你 如今 殿下没事就好 打扰他 你们继续 你别误会 我们真的没有什么 要继续的 确实没什么 殿下赶快和沈测君解释吧 不是 殿下 我刚瞧见 那几位测君 都有些不太高兴 您再蹲蹲水 争取蹲平了 您现在处境可危险了 不能少了他们的支持 我知道了 待会儿 我就去给沈测君送床棉被 小梦那儿的话 我晚上陪他喝一杯 那灵测君呢 当期有点满了 明天再说吧 那谢测君 打住 他就不在计划内 你说这个楚行臣 怎么还不来找我 不会是觉得在大殿上 觉得丢人 当速托乌龟了吧 听闻朝堂上发生了大事 定是殿下受惊了 这时 士君去安慰一下 殿下可能会很感动吧 是不是殿下来了 没有 太女殿下他先去了沈测君那里 现在又去了萧测君那里 更是听说昨夜还有灵测君陪着 什么 不可能 他在朝堂上受的委屈都是来找我的 奴婢听说太女殿下在朝堂上 并没有受委屈 反而搏了王侍郎 更是用棉桃树 做了棉衣和棉被 引得大臣们欢喜 而萧测君一直护着太女殿下 阻止了王侍郎的刺杀 最终王侍郎撞死在了殿上 用棉桃树做了棉衣棉被 这定然与那四位测君脱不了关系 想当初那四位测君多么轻啊 到头来还不是得巴结楚行臣 那是 哪像是君您呀 都是太女殿下来巴结您 他一定会来求我的 殿下 萧测君 我来找你喝酒 昨日谢谢你救了我 昨夜 殿下也是找林测君喝酒 昨夜 林测君是怕有刺客 所以在门外守着 原来是门外 你快尝尝 这是我让婉东特意寻来的梅子酒 听闻是全城最好的 好喝吗 好喝 殿下 其实 你不必亲子天了 若说感谢 应该是我感谢殿下才是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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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动 我没动啊 不过是喝醉了 也被倒啊 我没喝醉了 那时候 说我母亲能得着棉被 也许就不会离开了 草君 草君 你还睡得着啊 怎么了今天 殿下早上 亲自给沈泽君送棉被 然后又被萧测君喝酒 听说 那脸的脸 弯得跟桃花一样 你还坐得住啊 这楚星辰的就是始乱终契 算了 无所谓 还在不在 这 我没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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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我没喝酒 我好疼啊 文冬 你发烧了 传太医 殿下怎么样了 只是小小风寒 吃点药休息几天就好了 不过要注意身边人仔细照顾 殿下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生病 就他那个小身板 生病也不奇怪 昨夜又是送棉被又是喝酒 瞎拽 还是我去照顾殿下 我去吧 停 还是我去吧 我去就行 这殿下又不是周策军一个人哪 我们几个家族同样担负着照顾殿下安全的责任 算了 我们都同为策军 大家一起照顾殿下吧 谢氏君身为氏君 就不用了吧 楚星辰以往生病最想见的人就是我 你们等着吧 要是他醒来见不到我 哪你们是我的 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你 殿下 你醒了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嗯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殿下 您终于醒了 您受了风寒 太医看过之后 几位策军便留在这里了 既然殿下已经醒了 那就交给晚东姑娘 嗯 臣告退 看来几位策军是真的很关心你啊 那明晚就邀请他们一起吃晚饭 谢氏君昨夜也来了 要不要一起 他就算了 赏赐点东西给他 三殿下 听闻昨夜太女殿下身感风寒 经太女殿下身边的侧君们悉心照顾 卿尘便痊愈了 楚星辰他的那些侧君都代表着朝堂势力 他们怎会如此亲切 报了 他不是要请侧君们一同用餐吗 那你就去下情谱 足足 他在他们面前出了仇 他们 定不要了 奴婢遵命 把那个放上就行 快 唉 晚东 我觉得差不多准备好了 你把侧君们叫来吧 奴婢这就去 快点快点 那个放那 急什么 你快看看 我是穿这件脆竹绣花好 还是这件白玉蓝花好 侍君 快选 太女殿下今晚 没有邀请您一同用衫 什么 但是 太女殿下赏赐您非常多的东西 想是惦记着您 但又怕您身子虚 虚弱 才没有让您一同去呢 一定是这样 而且 那四位侧君 凭什么同我一起吃饭 你们来得正好 番下都准备好了 上脚 快尝尝快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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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查查那个是你 是 哦 对了 给你的 谢谢 你别误会啊 我就是随便买的 我真喜欢 这皇上不是福利的人 奴婢怀疑是三皇女的人 这酒可能有问题 嗯 谢谢你们的照顾 我先干为敬 殿下 这杯酒 还是缠完敬礼吧 谢谢殿下这段时间 送臣的礼物 我 神仓主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小宗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就有毒 快转太医 丙殿下 策军 这是中了情毒的反应 若不解毒 沈策军 将寒气攻心 最后 不治而亡 情毒 那可有解药啊 此毒除了原防 阴阳调和 没有解药 原防 太女殿下 求求您救救我们 侧军吧 求求您救救我们 侧军吧 闭嘴爆破 殿下不必担心 一定是这太医危言从天 我一个人来这就好 小子军 麻烦你带殿下出去吧 我想在你们面前调人 你 殿下 我们出去商讨办法吧 周策军得知后 已经去寻找神医 相信很快 很快就会找到你 策军 策军 殿下 求您救救我们策军吧 宛东 殿下 审测君是您的扶居 即便是原坊也是天经地义的 宛东 带我去梳洗吧 楚相辰 审测君会中毒 也是因为我 殿下 你要是想好了 就随奴婢来吧 殿下今晚很美 殿下不好了 梁测君 萧测君 周测君 也都中了情毒了 什么 什么 怎么会都中了情毒呢 奴婢不知 周测君回来后 其他测君便也相继中毒了 我也不可能一个晚上 解四个人的毒啊 宛东 快跟我去看看 你 你 你这 蠢香蠢 殿下 你敬我好美啊 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喝酒呢 都什么时候了 不对 你们怎么会都中了情毒 周测言说 医师说 只有药酒才能解情毒 但是那个医师忘掉是哪瓶药酒了 我们只能服下情毒 我们只能服下情毒 一瓶瓶地试下 也许呢 这样会刻意些 你们跟沈测君的关系 还真好啊 天下 找到了 是这瓶 八婆 把门踹开 哎 天下 找到了 是这瓶 八婆 把门踹开 将心为光 殿下 你愿意了 沈测君 快把酒喝了 喝了就好了 怎么样 是不是觉得不那么冷了 是 殿下 你找到解药了 多亏了他们 帮你试药 谢谢各位 这件事 说到底还是因为我 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查出来 想要的是谁 肖测君还有什么其他事吗 沈测主 沈测主 以你的情报 会不知道这酒里有多 我当然知道 但知道是以往 在没有确切的证据的情况下 我只能以身似的 若今晚没有解药 殿下就会投你 你就是为了这个吗 是 肖测君说笑了 我们作为殿下的测君 不应该理应如此吗 那你也不能算计他 算计 我不知道是什么毒 就算是致命的毒 我也会喝 何谈算计 原来如此 你为了让殿下对你有愧疚 无论什么 只要酒里有毒 殿下就会对你有愧疚 你竟然做到了这种 肖测君如此关心殿下 不会是喜欢上殿下 肖测君如此关心殿下 不会是喜欢上殿下 我记得肖测君不是谁都不在乎 如今 也有了在乎的人 我同沈测君一样 同为殿下的夫君 同是 为了家族 殿下 下妖那个侍女调查出来了 是三皇女的人 上次也是她要刺杀我 这次又是她 宛东 你去调查一下这位三皇女 我的好妹 太女殿下 女皇那边差人来问 过节日的祭祖 您准备带哪位夫君参加 祭祖 是啊 祭祖您忘了吗 您每年生辰之前 都要去祭祖的 为了祈求楚国的风调雨顺 当然 您身为皇太女 带的夫君也很重要 是未来皇夫的人选呢 往年 您都是带谢氏君的 我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女皇陛下 我会好好安排的 是 是 士君 往年殿下都在这儿 今年也一定如此的 看这样子 今天又是谢氏君了 年年都是谢氏君 难不成 谢氏君要成为皇夫了 殿下来了 谢子清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当然 是随您一同去祭祖 我真没打算带你 我真没打算带你 今日 我要带我的另外四位测军 什么 我要带我的另外四位测军 你一同参加 我打算带我 我打算带我 当然 他们四个 太女殿下出来了 还是那位谢氏君吗 太女殿下 您的五位测军 到底最喜欢哪个 就是啊 是啊 楚国无宗 这么开放吗 瞧瞧 我最想选的是萧侧君 我觉得萧侧君也不错 实大体能成大人 我还是最喜欢严小将 但沈侧君我也行 那太女殿下 我都行不行 太女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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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只怕是红尘似水 不再眉间才心非 是否是我们真正的结尾 我 我 殿下 是我一个 三殿下 下药的事情失败了 奴婢猜测 是跟他身边的暗卫 周不妍有关 周不妍 一个暗卫而已 既然成为我们的绊脚石 那就 除掉 封印 皇姐一直针对我就算了 如今 连他身边的暗卫 都该给我使绊子了 交给我 我帮你解决他 世君 殿下真的走了 楚慕 我们走过去 我就不信这个楚星辰 不心疼我 世君 这可是五十里路啊 希望楚国风调雨顺 希望我身边的人 平平安安 好了 我们回去吧 等等殿下 您还没有去送子观音那里拜一拜呢 送子观音 对啊 女皇陛下说她的身体越发不好 就期待您呀生一个继承人呢 所以一定要去拜一拜 好好好 我知道了 各位夫君先回去休息吧 晚东姑娘 你怎么还在这里 殿下早就走了 刚刚为了摘果子还受伤了 正在南乡房那边叫你呢 但是我没有看到她出来 晚东姑娘快些吧 殿下的脚都在流血 什么 殿下受伤了 嗯 嗯 你是 晚东呢 赵不言 要想太女殿下活着 就跟着我来 说不言别过来 有陷阱 放殿下 放了她可以 只要你拿这把匕首自枪 不然我就杀了她 周不言不要 她不敢杀我 不敢 此时你要杀了我 嫌疑最大的就是楚乐水 你敢吗 我可以不杀你 但可以让你生不如死 周策君身为暗卫应该很清楚 有些要能让人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周不言 不要 周不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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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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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 天地上我一切 重逢你 楚星辰 你怎么着 行了 别哭了 殿下 殿下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有刺客保了我 威胁他自残 我是为了吸毒 为了救他 你这是什么救法呀 还学有戏 你教教我呗 以后除了意外我也这样有戏 殿下 你受伤了 周策君 你也受伤了 我们现在回泰女府找泰医 走啊 走啊 快 快找好吧 我看你现在走了二十里路 还有三十里路呢 我跟你说 一会儿走 黄泰女 看不见人啊 师君 你好像是黄泰女府的车 难不成黄泰女又回来了 什么 什么 黄泰女 你又回去了 太尼殿下 还有我呢 太医 他怎么样了 周策君的伤口上有迷药已经处理了 现在已无大案 日后还需好好观察 避免发热 多谢太医 你别乱动 太医 刚刚处理好伤口 太医 刚刚处理好伤口 太医 刚刚处理好伤口 这次都怪奴婢 要不是奴婢被那顺女骗走 也不会害得殿下和周策君受伤 管东 这件事情就不能怪你 要怪就怪凶手和他背后的人 你立刻派人去调查清楚 到底是谁干的 敢伤我的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是 殿下 都真好能定居查清 马上要生辰了 不要为这些烦心 生辰 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你说这马上就到楚行臣的生辰了 沈大哥是在作画 不知道萧大哥做什么 萧将军 怎么 想知道我送什么礼物 没有啊 我就是随便看看 林测君如果真想知道送殿下来 不如亲自去问天心 你这是要对啊 生辰 我 你 你 都 が 好 你 是 我 你 你 白白的,甜甜的,上面会放水果。 行,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了? 测君,那灵测君和萧测君,甚至谢氏君都在为殿下准备生辰礼物。 您还在这儿看书,您不着急吗? 奴婢都没有见您准备礼物。 急什么? 马上。 谁?擅闯三皇女府? 杀了我呀。 你应该欠罪女朋友。 臣住殿下,醉醉年年,万事万万议。 谢谢沈测君。 不知沈测君送了什么圣辰礼物给殿下。 这是那天的刺客。 她叫枫叶。 她是三皇女府中的刺君。 她也是三皇女,手中最锋利的刀。 如今,我献给殿下作为生辰礼物。 希望殿下能够喜欢。 多谢沈测君。 我很喜欢。 殿下喜欢就好。 我本不想与我三皇妹争认。 可你们几字三番想要我性命。 如今还想害我身边的人, 真拿我楚行臣是软柿子是吧。 你哪里比得过三殿下。 三殿下对百姓仁慈天真善良, 比你好多了。 哼,天真,善良。 我没见过哪个善良天真的人 多次对自己的姐姐下杀手。 对旁人更是草菅人命。 既然你觉得这是善良, 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他怎么让你对周不严呢? 你就会是什么下场? 殿下。 殿下,三皇女带着礼物来了, 说要给您祝寿。 我还没去找她算账, 她自己送上门来了。 至于她。 殿下, 就交给蝉来出人吧。 也好, 那就劳烦审测君了。 我倒要看看那楚若水, 到底要做什么。 太女殿下万福尽安。 。 妹妹见过黄姐。 黄姐。 别来无恙。 托妹妹的福, 我很好。 今日黄姐生辰, 妹妹特地准备了一些礼物, 希望黄姐喜欢。 荔枝玉雕, 黄金树, 前朝古籍。 这些都是之前原生送给蝎子青的东西。 黄姐, 黄姐喜欢吗? 妹妹听闻, 这些东西曾经府上也曾有过。 只是些废物罢了, 早就丢掉了。 三皇妹原来喜欢捡垃圾。 你不在意? 这三殿下送太女殿下不要的东西, 来做助理。 未免也太寒酸了。 确实, 显得有些小气了些。 黄妹是不如黄姐好舍, 但这些东西, 是黄姐曾经送给谢氏君的东西。 如今说是垃圾, 就不怕谢氏君难过吗? 我送给谢氏君的东西, 谢氏君转送给你。 我竟不知道什么时候, 谢氏君与王妹的关系这么好了。 难不成, 你们两个有奸情? 我。 萧侧君, 你来告诉大家, 若太女侧君与外女有奸情, 应该怎么处置? 根据楚国律法, 黄太女侧君, 若和外女纠缠不清, 二人, 都是要杀同的。 根据楚国律法, 黄太女侧君与外女私通, 二人, 都是要杀同的。 我和谢氏君没有关系, 我们两个, 只不过都喜欢自画罢了。 黄姐这么熟, 莫不是因为自己没有才学, 得不到谢氏君的喜欢, 再诬蔑我吧。 这倒是, 传闻, 三皇女才经斐然, 这谢氏君又出自儒家现实, 他们二人有交情, 也是正常。 没错, 反而太女殿下, 只知道喜欢一些俗物罢了。 楚行臣说不在意我, 是不是还有热水为了我争吵? 将楚国最高贵的两个姑娘, 为了我争吵? 最高, 最高贵。 我为了得到谢氏君, 我的四位夫君, 个个都比谢氏君优秀。 我为什么要得到谢氏君啊? 谢氏君? 你作为氏君应该没有资格站在我身旁, 还不过下去了, 幽延线。 楚行臣, 你怎么敢瞪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么说话? 好, 你再不下去, 我还有更过分呢。 你想让大家听见吗? 周不言, 你站那么远做什么? 你又忘记你是我的夫君了吗? 周不言跑好红着, 风也不是说得手吗? 今日, 三殿下送来这么多礼, 那我也替殿下, 送您一个礼。 说不就是沈在的低生子沈仓庄, 古人俊, 气质比那仙子轻还不大点, 此时送礼, 难不成是对我安全包心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沈侧君, 包奖了。 沈侧君可别送什么贵重的礼物, 快。 传闻三皇女之书达脸, 如今看着姨太, 也不怎样。 是啊, 你给礼物如此适应, 不堪大人。 三殿下, 喜欢吗? 喜欢? 我身子还有些不适, 我就先回去了, 走。 你说你送他什么呀? 能让他这么丧失礼质? 还能让他收下? 我不过是, 将三殿下的刺君还给我吧。 今日深沉大宴, 大家不必拘束, 夜会开始。 管东, 你先回去吧, 我累了想要休息。 是。 殿下, 喝点茶, 解解酒吧。 肖旺,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是来给殿下送礼的。 这镯子, 是我亲手于你而造的。 你手怎么受伤了? 是为了镯子伤到了吗? 不碍。 殿下, 这镯子里面, 有银针和力气, 可以在危险的时候自救。 但是更希望, 殿下永远有不上。 真漂亮, 我很喜欢。 谢谢。 小大哥, 我听说慎行说着你有事。 你既然算完了, 就赶快走。 那晨, 先告退。 殿下今日很累了, 不要打扰他太久了。 知道了,知道了。 这是什么? 我虽然不知道这个蛋糕长什么样子, 但是我根据你的描述做了一把。 简直跟蛋糕一模一样。 真的吗? 你喜欢就好。 你有没有火折子, 可以点燃这个蜡烛。 。 希望今后, 碎碎顺心。 对不起。 李城, 谢谢你, 我很喜欢。 那你今天晚上能不能陪我喝酒啊? 那你和肖大哥都喝过酒啊, 你还没和我喝呢? 你今天晚上能不能陪我喝酒啊? 哪有人给别人送礼自己要求回礼的。 但是我今天很开心 就陪你喝两杯 真的 小青春 你为什么拿走我的青霸 要我抛心啊 谁拿走你的青霸了 你还不承认 时间不早了 你该回去 你躲什么 初青春 我在你这 到底算什么 你明明摸了我 还亲周大哥 你认不认你就是夺走了我的青霸 我没有 青春 帮我把林凑君送回去吧 小团局 我说的对不对 你怎么先把自己合罪了 你干嘛等下 书不言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无论殿下在哪 只要吹响口哨 我都会出现 谢谢你 我很喜欢 殿下 我会一命 顾护你住全 一却顾身 这应酬的一天 可算是结束 今天天气个真好 殿下 怎么了 是我的好妹妹 给我送礼来了 一天的好心情 全被他给打扰了 碗东 帮我梳洗 我要去三皇府 给我那好妹妹 喂 起开 黄太女殿下 您怎么来了 朱若水 你要是再感受 这把刀 就不是在桌子上 而是在你的胸口上 楚星辰 你敢 楚星辰 你敢 你看我敢不敢 小张不了多久 我爷 我把他踢下台 毕竟他死无葬身之地 婉儿 过来 找人散播出去 就说皇太女殿下 目中无人豪横至极 持刀闯入三皇府中 你希望 微臣参见陛下 儿臣参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谢陛下 陛下 微臣有事禀报 臣要谈和 皇太女殿下 皇太女 楚星辰 目中无人 前几日 甚至闯入三皇女府内 持刀威胁 这 可是身为太女 所干之事 太女 她说的可属实 属实 可 皇太 你对我如此就算了 可我还听闻 你出没于烟花柳相之地 包养头 此事事关我楚国太女行下 还望陛下严查 以正朝纲 三殿下可有证据 我当然有证据 明日 便让大家亲眼所见 大胆 还没散朝 三殿下怎可私自离朝 二殿下 阿拉 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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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纯费电话等你 你看看 这些都是弹劾你的奏折 我先别生气 怎么可能不生气 沈家如今对你伤了间隙 又真的如土若水所说 你在外面包养头牌 定会让其他三家复活 若没有死世家的支支 即使发生宫变 若我将自无葬身之地 母亲 我们要去红楼 这都是楚若水瞎说的 他拿不出证据的 请你相信 我定让楚若水 永无翻身的可能 再让你担惊受怕 只为自己担惊受怕 我是在担心你 请你放心 殿下 那个不是三皇女府中的婉儿吗 还真是她 王东背马 我们赶紧追上她 是 晚东你先回府 我和沈苍竹下去看看 变形 楚星辰上钩了吗 已经上钩了 奴婢看着她跟着我 在红楼附近停了马车 只要她进了红楼 就会被我们的打手绑了 届时按照殿下您的计划 就像各位大臣 和楚星辰的几位夫君 一起看这出好戏 哼 楚星辰 看你没了四大师家支支 你拿什么跟我争 殿下怎么了 臣脸上有东西 没有 就是你脸上太干净 跟我来 你换好了吗 你不说话我可进去了 神测群待在我的府内还真是缺财了 什么 没什么 就是感觉少了点 好了 好了 这样你跟我进红楼就不显眼了 我已经请了 你请了什么 过来 起开 老大 这位好像才是红楼的筹牌 她可比刚刚那位美燕多了 你才是网络小姐安排的人吧 来走 啊等等 啊 啊 啊等等 哇 有 有人吗 啊 嗯 嗯 那个 你放心 宛豆发现我们不在肯定会来接我们的 殿下如果在意 趁今晚可以在地上跑 不用呢 我们睡一张床就好 我想好了 我们是同伴 以后就不用在意 沈测君 这是干什么 殿下不在意所有男人 还是说 从未对臣 当做夫君 是夫君 是夫君 再许吧 殿下 若他日与男子同房 切不可如此 踪险 我相信沈测君是位君子 我 我不会这样抱着想藏住一夜吧 走 现在 如果 请我先试一下 早啊沈测君 大家都看到了吧 好大的一张床啊 皇太女晏素红楼 竟与红楼头排私混啊 黄太女,你身为异国太女,怎能如此荒唐? 不错,不错,她的荒唐 丁州,不可闹事 太女殿下,你把我们沈家放在眼里吗? 你之前沉迷谢自清,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那毕竟也是算书香门帝嘛 可今天这,这红楼啊 你,哎呀 沈丞相,您就别生气了 黄姐,她连我都不放在眼里 更何况,四大世家呢 无德,无能,无才 如今,又不知羞耻 我大丑国,如此探与 真是让人羞愧,羞愧呀 我倒要看看,沈什么人 沧竹 沈沧竹,怎么会是你 这不可能啊 应该是逃牌才对 逆子 拜见夫妻 沈丞相 这,是令马 逆子 把我老脸都给丢过 你在干什么 我本是殿下的侧君 会与殿下 在此共度一晚 有什么不同 共度一晚 沈大哥 你难道昨夜和楚行臣 哎呀 那也不能在这种地方 我们沈家的家规 就是这样教你的吗 啊 你这个逆子 看我打死你 我 你不要拦我 老师,别冲动 别冲动 就算不是头牌 皇太女 带着你侧君逛红楼 也是不妥的吧 你这样 把我皇家的颜面放在何处 是啊 你这逆子 我非打死你不可 我 哼 散了吧 大家都散了吧 殿下 我送你回府 嗯 赐君 您真的和殿下圆房了吗 你说什么 悬房 灵侧君 这么晚怎么来了 沈苍中 你是不是还给我装算呢 我 报仆 灵侧君 你现在来此 难不成 手握兵权的林甲 找起 什么灵侧 什么着急 我跟你在这谈 楚星辰的事情 你跟我谈灵侧干什么 我们四大世家 嫁到皇太女府 本身就是为了各族 是你 你如今兴冲冲地跑过来 不就是怕 我和殿下圆房 你们灵侧晚了一步 什么家族 灵侧君 难不成 难不成 是为了殿下 我 那你到底有没有和楚星辰员房 没有 没有就好 难不成 难不成一向低调的林家 也想出一个皇夫 小将军 你都练了一个晚上了 休息我吧 金枪 我呢 有一个问题 我有一个朋友呢 非常关心一个女孩子 而且还很想见她 但是她一见到那个 女生跟别的男的在一起之后 就非常的生气 这 这是为什么 我猜 是喜欢上人家了吧 喜欢 大将军 你终于长大了 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是她女生 不不不 我说的是我有一个朋友 我朋友 朋友朋友朋友 朋友 那个 你去打探打探 看看楚星辰都喜欢泄水 嗯 啊 晚冬姐姐 晚冬姐姐 过来过来 快来过来 快来 啊 怎么了 能不能告诉我 她女殿下都喜欢什么样的男啊 你问这个做什么 难不成啊 你想做殿下的测圈 啊 我没有 我是帮小姜就问的 嗯 啊 殿下啊 喜欢这个 哦 晚冬 这么晚了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殿下 啊 您到了就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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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 喜欢吗 林舟 你怎么也在这里 难道 这些是你做的 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哦 哦 这是做什么 楚星辰 楚星辰 我喜欢你 楚星辰 我喜欢你 你说什么 我说我喜欢你 楚星辰 我想成为 你的夫君 可你本来就是我的夫君吗 那之前是你娶的灵家 现在是我灵州喜欢你 是我本人 和灵家无关 你别急 你 你 你就是个小孩子 谈什么喜欢 你还太小了 你就是把朋友的感情 当做了男女之情 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小孩子了 你是不是 已经喜欢上其他侧卷了 没有 那绝对没有 只是 你还太小了 我知道了 怎么会给我告白呢 我还想着之后放他们出去 还在这里 真不怕 明天 想说 那你还要把她带走 哪有 哪有 哪 哪有哪 哪有哪 哪 陛下 儿臣收到消息 匈奴侵犯边境 烧杀抢掠 名不聊生 讨伐匈奴之师 迫在眉睫 儿臣本想亲自领兵出战 可奈何身体不许 思来想去 唯有黄姐的夫君 灵侧君最适合出征 儿臣请求 灵州将军出征边境 击退匈奴 陛下不可 黄姐 有佛不可 灵家世代骁勇善战 如今边境都名不聊生了 你还要因为儿女私情而拒绝吗 因为你不安好心 边境平静数十里 怎么就突然发生战乱 明明我们已经与匈奴签订了 休战合约 为何在国宴即将开始之时 就出兵了 看你这家 此事关乎百姓存亡 可不是你去红楼 那些风流运势吧 你维持这击 由灵晓将军带兵 平息战乱 最为何事 陈复议 灵晓将军成为太女殿下的侧君 这次出征代表太女殿下 也算是太女殿下 为楚国做出了贡献 陈复议 黄姐 你若是拒绝 就是不顾天下百姓 只要楚行臣同意 那灵晓就一句无悔 她是故意的 敢对我身边的人吓到 我印之时 就是她出入水的死机 陛下 臣愿意带兵出征 平息战乱 就天下的百姓 与谁 灵晓 还望陛下成全 晕了 你明明知道那是楚流水的阴谋 为何还要去 我只是不想让殿下你 你昨晚说的话 我 楚行臣 我喜欢你 是不会变的 现如今 我虽然不如沈大哥和肖大哥 但我绝对不是一个 躲在你背后的小孩 我有能力 和你一同成胎 请你相信我 我相信你对国宴有把握 也请你相信我 我定会凯旋而归 祝你一闭之力 那我走了 若我凯旋而归 我希望得到你答案 当时你可能遵守 着 救命 乖 惨 灵州 平安回来 天下 隐皇陛下那边传来消息 说几日后便是国药了 让殿下准备好 让皇后娘放心 小雪 你这边不对劲 我们退吧 他怎么办 是你的心爱之 是死的 众将士平六 杀 杀 林州 你放心 火焰之后 我接你回来 你先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您之前所做所有的工资 今日这场仗 我们一定会 请众外卿共饮 谢陛下 各位 今日国宴 我本应该开心 可我想起楚国的现状 我却开心不起来 从小 我一直很尊敬皇姐 一直忍让 总是他跋扈蛮鹤 我也从未与他计较过 可现在皇姐身为皇太女 不仅不顾灾民 还行尸浪荡 工人与二侧君在红楼取乐 还几次不顾朝堂政事 只顾儿女父亲 这些 我都看在眼里 可为了百姓们 我看不下去 我看不下去 楚星辰 他真的能担任 皇太女之位吗 陛下 三殿下救济灾民 行事文 使天下为己任 带来信为父母 反观皇太女 不顾灾民 行事浪 不顾子民 臣认为 皇太女 应该有三殿下当 那楚星辰 他不配当皇太女 臣复义 楚星辰 不配当皇太女 陛下 臣的儿子 嫁到皇太女 府中 可皇太女 根本没把我们四大世家 当回事 臣 恳请陛下 废除皇太女 要不然 臣就效仿王侍郎 在大殿上 壮猪而死 臣当地 故意 诸若谁 竟真敢联合谢家 谋权篡位 黄娘 我从小读书习武 样样胜过楚星辰 这些年来 朕在救命 心怀天下 我凭什么 不能做皇太女 若是你 就是因为 我是你的母亲 才更明白 你是什么样的人 请玉皇废除皇太女 你让皇后为主君 我不同意 初星辰 你以为 你还有资格说不同意吗 好 这是可恶 这是可恶 此物称为报纸 由活字印刷术印刷而成 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女驱 震惊 除若水 竟是伪菩萨 这是可以 这上面记录的 便是三皇女的所作所 你们是何人啊 婆婆您别害怕 我们是听说 朝中有人来救灾 特意来看看 救灾 什么时候救灾了 这碗中 是土 是土啊 没有量 我们这些灾民 把些土拌点水喝 倒也顶宝 不是说 朝中的三殿下来救灾了吗 你们都没有收到 救灾 他们倒是在城中失州了 可我们这些人 怎么能进得了城里 那州 我们是一口都没喝 好个除若水 说是拿着灾款 在城中失州 结果却是做做样子 用灾款演戏 王冬 你去拿些棉衣和粮食 给这位跑来 你们是来救灾的 天哪 你们为何不早些啊 早些 我的孙女就不会死 大娘 我可不早些 是真实起来 除星辰 你捏造事实 你血口喷人 我有人性 王大神 你看这是何一样啊 女皇陛下 各位官员们 我们确实 从未收到 这灾的款 告别天失州 那是一口都没喝过 这位三笔记 我们甚至 连剑都没有剑过 若要失州 我们就不会 饿死那么多人 我们所讲 句句属实啊 多亏后来 皇太女殿下 得这事情 带来了粮食和免费 我们才活了下来 怎会如此 当初三殿下 是从国库 支出国库 一大笔贷款 是啊 怎会如此呀 我就在了 这些是骗子 陆行辰 这是你找来的细子吧 演戏给大家看吧 细子 你用灾款演戏 你以为我们 都像你一样吗 储若水 你有没有想过 你作戏师州的 是他们的命 大殿之上 可以作戏 就如同储若水 在城内作戏一般 但请 各位贤城 去灾区看一看 百姓是不会骗人的 主星辰 也没有能力 让天千万万的 百姓陪我作戏 相信在座的 各位贤城 都不是傻子 是真是假 看便知 这是 这是什么情况 那是 红楼头牌 就是三殿下秘密情人 震惊 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这种事情 这 又知道 不可能 楚星辰怎么会知道 我和约书的关系 楚星辰 你早准备了 三殿下 这个人 你还认识吗 我呸 你以为你把我 跑来有用吗 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妹妹煮的面很好吃 你不想回家吗 你无耻 你不能动我妹妹 这个事情与她无关 是与她无关 但是因为你的举动 你差点害死她 赶过去的时候 储若水已经派杀手 去杀她了 若不是我和沈苍主赶到 她现在就已经死了 不 不可能 哥 都是真的 若不是太女殿下救我 我已经没命了 我找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三殿下 三殿下 别怪玉叔 是你先对玉叔 怒与三殿下 在一起多年 三殿下 与我私奉 从我这里得到 朝中各自官员信息 在这几年里 为我一挙千金 甚至与我载 马车 巷子 还有酒楼里 都有风流运水 那些财款 一万都给了我 而我 又用这些值班首饰 打通朝中官员 给她做事 你这是污蔑 污蔑皇祖 罪不容恕 把她带下去 楚老师 你身为楚国三皇女 勾结匈奴 背叛国家 证据在此 该当何罪 什么 殿下 我们谢家与你合作时 你可从未收过 与匈奴合作 我们谢家绝不叛国 叛国 是为皇室去了 背叛当阵营 我们再怎么闹 也是楚国的家事 你三皇女叛国 国贼 国贼 是啊 都怪故生出这匿女 来人 三皇女 下大运 好 既然如此 那也没什么说不说呢 来人 给我把国宴围了 你这是谋逆 谋逆 我就是谋逆 又如何 初心晨 我劝你趁着谋喜 你身边唯一手握冰存的灵州 现在早已经身手一触 现在 已经无人护你周全了 你对灵州做了什么 我早就领外合了凶 连夜偷袭了灵家军 取了灵州的 烧不及 我要杀了你 灵州 杀了我 就凭你 真是可笑 若水 若水 毕竟是你姐姐 不如我 放过她吧 你在为她求情 谢自清 你算什么东西 我告诉你吧 当初救你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 而是 土星辰 这么多年了 你啊 认错人了 什么 来人 众人听令 在场所有人 格杀勿论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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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殿下 林州 林州将军 他办事会朝凯旋而归了 你说什么 他不是已经死了吗 这不可能 明明接到消息 说他死了 怎么会这样 啊 啊 啊 嗯 慌什么 你们慌什么 这一剑 是楚星辰 楚星辰 这是你扰乱军星的假消息吧 不过你放心 今天 我让你死无造势之地 他谁敢伤他 你没事 吓死我了 楚星辰 我说过我会回来的 我信你 你是怎么从匈奴中逃出来的 杀出来的 杀出来 你刚说你杀出来的 楚星辰 是我想看你 原来 一切的计划 我都知道 就得这 是吗 为了不打草精神 让你低 我处处顺着你的计划 难道你就没有觉得 你的计划太过顺利 可是 这个位置 本就不该你做 能不能做 不是你来评判 就不该拿百姓的钱去做戏 你做的是戏 死的是千千万万的百姓 你就不配当楚国的女皇 可是 我就只差这一步 我这就差差一步 我这就差差一步 他能救我的 是楚星辰的 带走 陛下 陛下 你怎么了 皇娘 要凉些了 喝一点吧 没有用的 就算他一步说 我也知道 是 我多了 皇娘 你不要瞎说 我还等着你看我大展宏图呢 我看不见了 但皇娘 就像在有生之年 能看见你 生下继承人 温住朝廷 皇娘 我累了 你下去吧 我皇娘的身体状况 你们也看到了 如今又刚刚平复了三皇女 这会儿就催生继承人 未免太着急了些吧 二股龙生求子 天下方能太平 殿下贵为皇太女 也应为天下百姓 日后安居乐业 宫围之内 无血腥之仇 但下龙女龙子 以告为 先帝们的在天之灵 臣复义 殿下必须有一个继承人 臣等复义 请太女殿下尽快远房 遭日暗下继承人 这里不但要被催婚 还要被催生 臣犬子 要入 太女府中 无所处 臣会就 没事没事 太女若需要 臣府中还有几个孩子 大概几个 不用了不用了 今日就到这里了 算了吧算了吧 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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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 大爷 宛东 你去看看 他们在不在殿内 快去啊 哎 你看谁呢 看我的夫君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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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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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晚上好 你们 晚上好 你们晚上好 那些大臣们都跟你讲了什么 没什么呀 哎呀 这天色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哈哈 晚餐 我必须生个继承人吗 我就不能不生吗 当然 啊 不行 人可是有整个楚国要继承的呀 怎么办呀 还想着等局势稳定之后 就放几位夫君离宫呢 哎 殿下 您起来了 小望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殿下 今日的早餐 是肖策君特意为您做的 这沈策君是专门谈给殿下的吧 殿下 女皇陛下薛宁进宫 走 哎 殿下怎么走了 色君您不着急吗 奴婢可听说 殿下先生下谁的孩子 谁就是皇夫啊 朝中一半的奏折 都是让你快点生个继承人 啊 我问过晚东 你至今还没和几位夫君元房过 我 之前 凌晓将军 不是来救家吗 既然 你跟他关系好 那今晚 就要他来侍寝 侍寝 我跟凌周 就这样决定 回去吧 我 我 楚星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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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香 你说他是不是在躲着我 或许是殿下 没听见吧 殿下 您再这样躲着灵侧君也没用啊 今晚还得见面 就不能不原法吗 女皇陛下的命令奴婢不能违反 我弄个丫头 看了还真眼 你躲着我 我 我哪里惹到你了 嗯 没有啊 那你是今晚 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我 难道凌周 他知道今晚事情的事情了 楚星辰 你是不是忘记了 今日是我的生辰 你还一直躲着我 生辰 是啊 你就那么不想给我过生辰 我还以为 我 没有没有 我当然想 我 这就去给你准备生辰 我 常寿面 这个 是你做的 凌周 那天 谢谢你赶来 也谢谢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生辰快乐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我不会再是一个躲在你背后的小孩了 而是和你并肩通行的人 我抓到你弄 你不能收拾 可是你也没见着 你不能行 你不能行 你不开乎 点不开乎 我怕不开乎 你不开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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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深辰也过完了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你怕不是忘了 答应过我的事情吗 答应什么 欠我一根本 林郑 你听我说 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林郑你干什么 念想怕不是忘了 既然是我的生存 我肯定要你 跟我共同远了 你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林郑 怎么这次回来 你感觉变得不一样了 初相辰 我在你这儿 到底算什么 你 大丈夫在战场上游死一生 就是和下一位 在一起 林郑你疯了 初相达 我是疯啊 我疯就疯才 你为什么不能喜欢我一个人 你为什么还要和他们在一起 冰中 我谁也不属于 我是大楚的黄太女 对不起啊 我是真的 我是真的 真的太喜欢你了 你口口声声说喜欢我 那你现在的行为 你能分得清是喜欢还是占用吗 你 你喝醉了 去清闲一下 我去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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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急求真容辰 却不认是你好分 我也算 中风情绪非良人 谁能有心错付出身 极限动情的人 我却离人论 为人缠 我爱你也灿烂上眼 凌周 疼吗 若大丈夫能为心上人而死 死得坦坦当当 舒狗的吧 这么痛 不许进 殿下 你终于醒了 殿下 您昨日是在灵侧君子过夜的 碗东帮我备点药 嘴好痛 你的地下做了什么 楚行山昨天晚上睡在我这儿 你说发生了什么 小团队 沈仓主 等进去 想杀我 你干吗 看我敢不敢 沈仓主 亲了 也只是亲了 你们就放心嘛 殿下 最近府上都传消息说 灵侧君失宠了 说您不喜欢灵侧君 是真的吗 失宠 没有啊 相反 那天和灵侧聊了一晚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比以前好多了 殿下 女皇陛下 是让您原房 又不是让您聊天的 殿下 宫中传来消息说 得知您今晚 没有和灵侧君失寝 让您今晚和沈侧君失寝 什么 让我叫沈侧君失寝 为了失寝 竟然把我太女府都围了 这墙 殿下 需要帮忙吗 谢谢 就那么不想用原房吗 没 没有 我就是想出去买点东西 殿下 萧家 沈家 灵家 这三大家族的关系 是很难平衡的 谢谢 也订阅 我们先把酒杯酒喝了吧 殿下你睡着了 殿下服装了 我们后脑梢长眼下了 殿下 你为何如此惧怕远方 还不知道东西是放你们离开 我就是怕生孩子 远方一次 也不会伤孩子 今夜 殿下想对臣做什么 就做什么吧 你没事吧 都流血了 这紫君都流血了 那说明成了 那是自然 说不定一举还能生个小暴雨 那我得赶紧给陛下汇报去 测军 听说明轩殿那边和殿下远房了 测军 听说明轩殿那边和殿下远房了 消息准确吗 殿下身边的晚东姑娘都回宫汇报了 小端君 你这手续有什么用 那可是楚行臣 是我喜欢的女孩 可沈策君也是殿下的夫君 小将军 殿下 毕竟是皇太女 你从小就跟着行臣 对他忠心耿耿 是他身边最优秀的暗卫了 保护殿下 是属下应该做的 当初让你成为星辰的侧君 就是为了让你更好地保护他的安全 但 我们大楚未来女君的父亲 绝对不能是暗卫 周不言 你明白吗 属下明白 都看 王晓 你明白就好 一会儿去领法 为你不知分寸 有土鸡 有罪了 年轻 少年 在水势里流淌 团你的把 谁 煮掉你的花 刻骨铭心的水梯 流波中也睡不上 如离间 阿波罗 马行风 你们怎么又在这儿 恭喜测军和殿下园房 什么 东东 你给我汇报了 婉东这丫头 你俩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沈苍主 你到底喜不喜欢出星辰 喜欢又如何 不喜欢又如何 你要是不喜欢的话 你怎么敢 那少怕这儿 是我的心 殿下 你还有心思吃呢 女皇陛下得知 你昨天晚上没有和沈测军士起 今晚安排 您和萧测军士起 什么 殿下 您这么重视 难不成 您喜欢的是萧测军 我只是不想让皇娘担心罢了 萧测军 女皇让您和殿下园房后 殿下便挂上了红 之前几位测军可没有如此 你属下看 殿下定是喜欢测军的 喜欢吗 你先退下吧 是 父亲 您这次特地找我来 是为了 你身为殿下的测军 还是多学习 别说给沈家那小子 是 难不成 楚星辰喜欢的是肖旺 前面那两次 都没见得这么大张气空 殿下 你愿意 萧测军 我对你心仪已久 春宵一刻值千金 我们早些休息吧 好了 他们都走了 殿下 萧测军 我这是缓兵之计 殿下 你是不行 是吗 我 我一直以为 殿下对我有些相忽 不是 我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如今 黄娘的身体 越来越差 我若公然拒绝 原防之事 她的病情 一定会更加严重 所以 肖旺 我便利用了你 很抱歉 没什么 臣还以为 肖旺你刚刚说什么了吗 我没听见 臣说 从来没有来过花灯夜市 谢谢殿下 那今天 我便带你好好逛逛这花灯夜市 殿下 臣愿意被你利用一杯 我便利用一杯 谢谢 小王 殿下脸上有脏东西 现在好了 殿下 奴婢进来了 殿下 萧策军 怎么了 殿下和萧策军不见了 小丹君 殿下和萧策军不见了 什么 难不成萧望带着楚行辰 一起私奔了 萧策军 殿下与萧策军不见了 必可派人 给我全城去找 是 不好意思啊 我昨天玩得太开心 睡得太沉了 周不言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儿 周不言 别走 殿下 你误会了 黄娘只说让我原房 又没说一定要在府里 我跟萧望在外面原房 也可以吧 你们原房啊 朱将产 你喜欢萧望 殿下 我们就先回府了 殿下他 萧策军 你受伤了 走吧 对不起 萧望 又利用你了 但如今 黄娘的身体越发不好 一直催我生气成人 催我原房 我为了让他心安 只能说 与你原房了 无碍 臣 理解 浙君 如今太女殿下 与萧策军原房 沈家那边 下去吧 沈策军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 也不见宛东通报一声 殿下 接下来要说的事情 事关重当 所以我让宛东姑娘休息了 你 这些是什么 殿下 这个是沈家的祖传语辈 是他 便可获取 情报格的所有求息 这个是沈家的门客名单 文春武将全在里面 剩下的其他物件 全都是跟沈家有关系的 这些 好像不该我知道吧 啊 你是不是 想杀我命 殿下 我想说 选萧家 不如选沈家 沈策军 我一直没跟你说的事 我是想放你们离宫 毕竟你的野心 从不在后宫 对吗 陛下 你怎知 我不在 幻东 我让你和几位测军说 放他们离开 你说了吗 除了周测军 奴婢都说了 那他们怎么还在这儿 殿下 您找尘 原来吹响这个哨子 你真的会出现 周测军 我想放你出宫 殿下不要臣了 你这是做什么 殿下不要臣 臣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算了 你先出去吧 你们 殿下 臣愿陪殿下上朝 好 臣愿陪殿下 我 你不想 你不想